第1661集 这个老不死的对我出手 对于这些人来说求之不得 都是心存试探吧 他并不想在这个地方停留一辈子 只要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就会毫不留恋的远去 根本不会有任何的犹豫 快了 我的目标只是最强进化液 而今已到手 可以多做考虑了 后半夜 晚来聚集星月明亮 银白光辉垂落 这个地方终于彻底清静 所有窥视的人都消失了 叶凡撕存了片刻 将一整葫芦的进化液都倒了出来 躺进浴池内 经营水则芬芳扑鼻 花道为一缕缕掀起 他赤身入内 盘坐在当中 开始淬炼自身 实现永恒国度的进化过程 这是一个奇异的过程 似能够看到 一颗颗星辰化灭 唯有至神至惊的一点不灭 神性留下 缓慢的聚集 也不知道有多少星系破败 枯寂衰亡 而后又经过亿万年的 演变与积累 他们最本源的神性相合 容炼为一体 化为炎体 筑成神石 这就是天命神言 叶凡沉浸在当中 感受岁月的变迁 体悟时间的荏苒 捕捉一片又一片星域的 星旗与衰灭 转刻星空下道的轨迹 最强血脉进化液 乃是一种神级般的存在 可以让人强行悟道 了悟世界的演变过程 真正的参透宇宙本源 叶凡无我无物 认真体会 心中叶凡宁静了 在其体外出现 一片又一片星系 世界在诞生 在繁盛 在萧条 在衰败 这是通向大道的路 自世界最本质的东西着手 一点一点的参悟 慢慢的涉足前行 他心中不断明误 机体发光 这就是最强体质进化液 并不是单纯的淬炼肉身 也会从精神层次上洗礼 管输大道碎片 磨刻亘古不变的法 人体肉身 每一寸血肉都是一个宝藏 若是全部打开 人的潜能神通 将无穷无量 号称万妙之门 叶凡不断体悟 看到了肉身宝藏在打开 身在最强进化液内 真切地感受到了 这种原始本源力的神奇 让自身悟道 升华 打开肉身枷锁 越变越强 他轻声自语 有望进阶 再上一个小台阶 可是总觉得还差点什么不能突破 在这一刻 移山天海的神通 卓越抓允星的力量 天眼与天耳的灵觉 趋吉避凶的本能等 各种宝藏 有的进一步开启 有的彻底敞开 诸多神门打开 这就是最强体质进化液 蕴含了逆天的神性矿物 烙印下了世界的本质 法则碎片等 让自身可以全面的超脱 升华 这是太初命时的力量 起源混沌 成于太初 拥有长生不朽的力量 叶凡在宝叶中 进一步感受那种奇异矿物的力量 在这一瞬间 他像是穿越了宇宙洪荒 凝炼了天地玄黄 管通了古今未来 对于生机与死亡 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在其体表出现一缕缕道温 尤其是仙台峨谷上 更是繁傲复杂 细密的纹络一道道 像是在开天辟地 突然 他体内一阵 九密中的褶字诀 自行运转 道痕亿万缕 于误道中有了重大突破 这原本是残绝并不完整 可是此时他参悟长生力 了无生死果 却意外出动 扶植心灵 自行推演出了 失传的部分真意 卓自密进一步完善 这是一种神奇的力量 他竟然靠自己 在修补九密缺失的遗憾 若传出去 必将震惊世人 卓自觉被誉为神灵古精 有长生不死的奥秘 得自紫微谷星玉 另外半篇 在隐天得手上 叶凡一直念念不忘 想要集权 而今窥到了曙光 同时 他想到了一个很可怕的问题 太出谷框到底有多么的超凡 难道蕴含了不朽的力量吗 星月洒灰 叶凡的天灵盖晶莹 与宇宙星空像是建立了某种联系 宛若要融为一体 化成道的一部分 吃的一声 叶凡眉心闪烁 飞出一个金色的小人 抱着一口古朴的小顶 强行斩断了天灵盖充气的光束 截断了与宇宙星空的联系 人体自成一个世界 有无穷的神藏 可成为众道之门 也许是成仙的根本 仙是不朽的 可以长生永存 而星系却又崩溃的一天 这片宇宙若是不存在了 它内运的一切岂能存生呢 叶凡观各种大道碎片 但却并不想依赖这些 不想将自身寄命于这个宇宙 若是将来真迈出那一步而正道 靠的也只是人体宇宙 而非将性命依附于这个大世界 轰的一声巨响发出 它切断了自身本源与星系的联系 但是并没有阻挡域外古星的显化 与神灰的洒落 无比的壮阔 星空中各种光垂落下来 那是在于天命神颜呼应 是数不尽的神性光辉 照耀出宇宙的本源 而后混沌气翻涌 开天辟地 于太初命时呼应 生死的力量在参灭 各种光流逸 它斩断了与苍茫天语的一副关系 但是那逝去的那存在的那永恒的种种玄妙 却在其身判显现 化成道则 拱其官言 虽然到了后半夜 此地很宁静 但是这种异象还是惊动了很多人 不少强者从梦境中醒来 因为这个地方太壮阔了 行辉万道 混沌成为瀑布 各种古老星系沉浮 环绕叶帆 将他拱位在中心 这是天地的本源契机 这是繁复的奥义 这是世界本质神则的展现 他在参悟 不依附 依赖 可以借鉴 自身道行在精进 这个家伙 真是了不得 比我想象的还要可怕 我真是有些轻视他了 凡仙变色 他已经够重视了 不曾想还是低估了叶凡 竟在天堂闹出这样的动静 我亲爱的堂妹 你心动了吗 凡天邪笑道 却也有一丝冷酷 懒得理你 凡仙绝代仙蓉上 恢复了冷傲与自信 后半夜 晚来俱静 星月柔和 光辉如水洒落 叶凡的竹林园子内各种异象分成 古老的宇宙星系浓缩下来 在沉浮 将它环绕 开天辟地的混沌光垂落 将它拱位中心 这是一个流光溢霞的净土 它成为了亘古不变的一 静心凝神 残悟古来不变的道 借鉴参考 实现自身的升华 黑暗中天穷上 云层间都有人在暗自注视 精益地看着这一切 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要阻止他 不然这个家伙要突破了 曹青自语 神色冷酷 脸如刀削 像是大理石课程 在他身盘 那个身穿灰色长衣的老仆人 冷森森地开口 让老奴去吧 直接干掉他算了 这个状态明显不凡 不然将来可能是个大敌 不行 现在这么多双眼睛在注视 避掉他的话会出大麻烦 也许有人比我们还迫不及待 先等等看 老仆人眼中金光一闪 那就制造一个巨大的干扰波动 打断他的悟道境 让他功亏一篑 浮石最强进化液 嘴唧外人打扰 让他隐恨 灰色的雾隐中 繁昼神色冷酷 看着夜凡被几片古老的宇宙环绕 成为唯一的神明般的存在 发出无量光 他的嘴角露出一缕高深莫测的笑 眸光赤胜如两盏神灯 却是一语不发 我亲爱的妹妹 你不采纳我的建议吗 这个来自外星系的小子真的很不凡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若是由你们而诞生一个宇宙最强战体 将来我们凡族也许能进入永恒 主星称尊 而非偏居一鱼之地 不再退缩于仙与星海 凡天邪而冷 还有一种飞扬的自负 我越来越觉得这个人不好控制了 不行 得要想想办法 凡仙优雅的漫步 身在云层上月光洒落而下 修长机体洁白如玉 如一个美丽的精灵 红色发丝闪烁光滑 轰的一声 突然一道巨大的光束从天穷射下 粗大如一座山峰 想要将那个竹园扫瓶化为一片废墟 这是大盗攻击 宛若一场鲜艳 靓丽 但却危险的烟花盛放 足以将半生抹杀 有人动用了可怕的战船 发出了至强的一击 砰的一声 凡仇出手 身上浮现出一套紫色的光团 而后快速化成一具紫金机甲 高达十几张 轮动一杆紫色的长矛 横击长空 拦住了这惊世一击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投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